颜料机构上修了今年全球半导体资本支出的总金额来到645亿美元 年增11% 估计明年就可以超越700亿美元 那么在其中台积电就占了100亿美元以上 而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也表示 下个阶段的竞争不只是来自于南韩三星还有中国大陆 台积电法术会上虽然没有见到董事长张忠谋的身影 由魏泽佳和刘德英两位共同执行长出席 但张忠谋董事长依旧很关心半导体的下一波动向 今年的全球半导体资本支出总金额 颜调机构Garner往上调整为645亿美元 明年将超越700亿美元 其中台积电就占了超过100亿美元 我们希望20nm的需求会变得很强 而会继续帮助我们20%的运营收益 在2015年 张忠谋董事长接受《华尔街日报》专访指出 近五年资本支出逐年提高 台积电明年金元代工的全球市占率 渴望达到55% 今后三到五年是物联网时代 科技创新仍然是竞争的关键 而下一个阶段的竞争不是韩国三星 而是中国 目前台积公司16nm制程技术 已经狼刮了集体电路制造服务领域中 最大多数的1614nm产品 并且预计在103年 排入超过20个来自不同客户 横跨各种应用的产品设计定案 中国不仅有雄厚的人力资源 政府大力补贴半导地产业 加上华为及阿里巴巴等公司快速扩张 台厂饱受威胁 近期大陆高薪挖角 张东某强调员工流动率相当低 不到5% 而且公司订出很好的获利共享机制 就是要留住优秀人才 戴军颖 陈伟佑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